这好熟悉的歌 这是你的歌 这是我的歌 好听 你好 猜对了吧 猜对了吧 对 所以它指定了嘛 是吧 也是友好啊 你就成这点啊 晚上会冷的 晚上再说吧 好吧 怎么了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用 这个就是你接受就可以了 接受 就是接受我那个剧本的邀请 那我就不用管我那个剧本了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知道了 你有猜到我那个本吗 我有猜到那个是你 对 然后你看那个本有什么感觉 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我晚上会去海边 我还挺喜欢海边的 对 今天就是想说逛一逛 因为我也没有来过这种集市 其实这里我过年的时候我会来 然后想看看花什么的 好 因为之前那个盲盒的那个误会 而且他有一点抗拒我 或者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太清楚什么原因 所以他有一点也不主动 也很奇怪 他们的那个盲盒 这事还没过去呢 对 他们没有解决问题 现在慢慢要打开了吧 当时那个盲盒最早的时候 CEO拿到那个盲盒 其实是俊良送给他的 俊良送给他盲盒的时候 也不知道一个盲盒 会带来后面这么复杂的结果 对 结果王贝说为了解开这个误会 在指定剧本男主的时候 就指定了CEO 蝴蝶效应 我觉得都是借口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想借着说 以这个剧本之前误会的那个为理由 然后这次选择男主角 贝贝更主动了一些了 有这可能 平凡的一天的剧本梗盖 在一千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进行一次温馨的约会 俩人商量好 先要去花鸟市场 选购一个可爱的绿植 你拿了什么呀 相机 对啊 我就在等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把他带出来 在这儿吧 我先买个椰子 老板 帮我拿两个椰子好吗 你可以喝冰的吗 可以 那两个冰的好了 谢谢 谢谢